徐卫听了林晚宁说 自己打包单 二十日之内一定找回银两回来 他心里这么先定点 但是如果在皇上规定的时间之内 你找不回银两 那怎么办呢 找不回 老实说 这件事我没想过的 不过最差 我最多刚才说的 卖铜卖铁 总之 含富身家赔了出来 你知道但是 算起来 我都很久没数过 我有多少家产 多少银票 都没看过考考盘数 又不知道最近收入是什么 最差我现在 官太小了 如果不是 拿三五十万两银 还不是轻轻松松吗 那么 徐大人 你如果不想我找你借银两的话 你是跟皇上说 你说呢 林三说的 如果他到时候 总之找不回银两呢 就升他官 升到他做大官之后 我都不贪多了 总之 有人送三五十万两银给我 那他赔了 赔了 赔了 徐徽就听了 嘻嘻大笑 这个林宛榮呢 还有一样本事 就是跟他聊过一轮 整个人都会轻松很多 好像世间上 没有任何困难 可以难得到他们这样 好 那 日于就这样说 老夫现在马上入宫 对了 小兄弟 不如你跟我一起进去 以皇上对你的赏识 说不定可以延迟多一些时间 哎呀老徐 你以为我真的这么傻吗 去见皇帝等人道的事 我也去做 哎呀你个臭小子 这么切还我 哎呀 不过这个时候 都免得跟他计较 那你去做什么呢 我做的事更加紧要了 我首先去看看 杜修全练兵的练成点 哎呀 这辈子 我真的自己都要佩服自己 这么有先见之明 哎呀 我的先子好宝贝 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啊 这么紧要关头 你还说什么杜修元练兵 又什么先子宝贝 真是搞不清楚 那林晚荣究竟说什么 哎呀 免得想他了 徐卫领领头 今次向皇宫里面走过去 而林晚荣呢 早就三步跟两步 快马加鞭 向着上国子的后山 直奔而去 昨日 李太临走的时候 交给林晚荣一万精兵 就住宅在上国子的后山 李太知道 杜修元他们 都是林晚荣一手提拔起身 在山东攻打百年教的时候 也立过功徒 所以特意将杜修元的布下 就留下来 被林晚荣吊遣 昨日下午的时候 林晚荣呢 还暗暗好笑 觉得李太多此一举 但是现在他真的明白了 这位大华上将军 处事是认真独到老辣 他一来到军营外面 就已经有很多人认得自己 林晚荣定神一望 见到出来迎接自己的 全部都是自己在徐州带兵时候 那些老布下 是杜修元在杭州带来的兽彩兵 但是 经过那些连番血战 和一轮断练 这帮当日的梁草兵 个个都变得非常飙瀚勇猛 好像那些北方南仪了 杜修元手下的人马 还是以当日 在眉山湖边 血战百年教的班底组建 前几天在教场演兵的时候 林晚荣就再展神威 带领他们一举打败了苏武伯 现在呢 一听说林将军回来 众人就立刻为了来齐声问好 林晚荣就笑奇奇地和大家打个招呼 就是只见许震立刻在里面赶行出来说 林将军 哎呀 你来得真的好了 嗯 许震 你昨天收到我托人带来的信了吗 哎呀 收到了收到了 将军 你去边署找了个小孩哥来送信了 他得四五岁 如果不是杜大哥认得你的字迹 我们早就赶了他出去咯 咯 什么呀 你这个小子不是眼花嘛 我找的明明是天香国式的美女 谁是弟弟哥呢 不是呀 喂 不单止是我 很多兄弟都见到是弟弟哥来 咯 哪有什么美女呢 啊 今天真的认真奇怪了 这个仙子姐姐搞什么鬼呢 唉 不过无论哪个送信 只要及时送到信 这样就行了 那我吩咐你们做的事呢 做成什么呀 他真的即时捕到耳朵边细细声 开始见到那封信 我们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但杜大哥说 林将军做事向来神秘莫测 我们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于是 我们带了三千兄弟 在后山 你信中指明的位置 一路守杀 另一方面呢 就炸帝 专专门不小心 留回个缺口 林晚宁小少 面上有几分特意的神色说 于是呢 肯定有人 拿着这个缺口 偷偷地撩了出去 是不是 那当然了 捉人不容易 要放他们逃走 还不简单吗 昨晚趁着天黑 他们自以为 神不知贵不觉地 在我们的包围圈里面撩了出来 但是杜大哥一早派了那些精贯兄弟 偷偷地跟在他们后面 杜修元这个人够精明 他做事绝对令人放心 林晚宁与与头 这个时候 他早就已经断定 这头皇帝遇刺 那头山东 响银被剪 你说这两件事之间 没什么拉脏牵连 打死都不信 什么叫顺藤摸瓜 现在只要顺着东营佬这条藤 自己自然就可以摸到那个瓜 将军 你要我们放走这些是什么人 还用说 肯定是一群坏蛋 是大大的坏蛋 杜大哥现在在哪 你带我去看看 许震答应了 即时掀出两匹快马 两个人快马加鞭 直接奔成中而去 林晚宏真的整个人 这帮东营佬 居然够胆藏身在京城里面 所谓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这帮人看来 都是很熟悉兵法的 来到成中 许震不去找这偏僻的地方 反而 向人口密集的西城 直奔而去 这一头 大街两边的酒楼商铺 林立 那些行人都不知道 多么多 周围又是要喝 又是叫卖的声音 此起屁股 一派繁华热闹的警长 走一阵 许震突然停下脚步 指着前边的一间屋 说 来 将军 他们就躲在果树了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望 只见前边一排 是一户小院落 许震指的正是其中一家 这场院落 门楼不高 春联还在屋梁上边 两栋大门紧紧关买 都听不见里面有什么声音 林满宏四周围望了眼 只见周围的行人 戏戏扬扬 又不觉得有什么异常 难道这帮东营人 真是躲在个院子里头 如果是的话 在外边一定会留下 个警戒光哨的 那杜收园 他们又躲在哪呢 将军 不如我们上楼 喝回两杯 许震笑一笑 指着旁边一间酒楼 这座酒楼有四五层高 刚刚对着那个小院落 生意都不知道 多么兴隆 杜收园 真是识选地方 两人上了楼 许震都不用他走保招呼 向着顶层的雅座 直逼而去 去到其中一个房间 轻轻敲了两下门 杜收园一拉到门 哎呀 林将军你来了 辛苦了 杜大哥 林曼榮小笑 推门而入 只见这个雅座 摆设得非常简单 但是窗口呢 正是对证 自己要监视的那个小院落 怎么样 杜大哥 那帮东营导 进来之后 有什么动静 我们昨晚 乔庄打扮 跟着他们 一路回来 亲眼看见他们 进了这重院落 整班兄弟呢 轮流在前后门把守 但是一直都见不到他们出来 这层院落 我也打听过 是前几日 才转手卖出来的 听说前任的主人 已经翻到山西养老了 杜收园这个人 为人很谨慎 虽然他没有发现到 对方有人 在周围境界 但是 他就连酒楼上的雅座 他不断地隔半个时辰 就找人换个监房 又换个批人上来 所以 无论如何 都不会有人打草惊蛇的 林晚宏听到 他的安排很满意 但是再仔细问一下 这帮东营人 进来这座院子之后 居然 没有人出过来 也没有人上过门 那这帮人 只躲在屋里面 究竟搞什么鬼呢 这些动静 跟原来思想 相差得很远 难道他们 真的永远要躲在屋里面 搏斗 杜收园这个时候 也都将他心里的疑惑 问出来了 林将军 这帮究竟是什么人呢 昨晚我们跟踪他们的时候 看到他们布阵相当严密 警惕性也很高 看上来 似乎真的究竟战阵的 这帮 是东营人 东营人 他们怎么会来到我们大华呢 我也不知道 说不定 他们的目的 是很高尚的 来传播文化 胡同有没有 又或者 来我们大华 潮拜呢 杜收园听到 一声说 东营人 想跟我们大华 胡同有毛 陈将军 你说笑而已嘛 他们那些 芝麻绿豆 这么大的地方 五谷杂粮都没生在一起了 拿什么 跟我大华 胡同有毛 我有个好朋友 是福州马尾那里的水尸 听他们说 现在的东营贼人 经常来进犯那些 东南沿海边境 又是消杀抢掠 又无恶不作 这帮倭寇 已经比北方的突路人 更加可恶 如果不妥善处置 恐怕会疑患无穷 林曼荣望着杜收园一眼 老道读过下书 真是有眼光 这个东营是个赌国 所以资源归乏 而且常日有天灾 所以 他们才不断地想着 要向陆地发展 探图人家的土地 这个是他们 永远都不会昔灭的幻想 杜大哥 你听我一句说话 跟你那个水尸朋友写封信 就说如果东营人来到 一定要狠狠地打 千万不要跟他 说什么仁义道德 该杀就杀 该阴就阴 总之是一个都没有放过他 一定要打到他们怕 打出我们大华的威风 打出我们的士气 好 杜收园一拍手 我明天马上就跟资源归写封信 如果再见到倭寇 一定要迎头统击 为我们大华 掌下威风 这阵时 许震一直都盯着对面的小阮 他有点担心的 如果这么久都没动静 我听说那些东营人 很狡猾的 他们躲在里面 这么久都没出来 会不会一早挖去地道 走了 林晚明想一想就说 这种可能性不大 刚才杜大哥说了 这家屋 刚刚才转手而已 就算想挖地道 也都不可能 在短短几日就挖得到的 而且 这个地方在闹事之中 人多眼习 他这个是四合院 四边都有人家居住的 如果挖地道的话 好容易被人发觉 这帮东营人在京城 不过得几日时间 又怎能够事事都准备周全 那 林将军 那现在我们怎么样 东营人有一种秘术 叫做忍术 顾名思义 就一定要忍得 就算他们几日几夜 不吃饭 不睡觉 不喝水 不动都不算了什么 这阵时 就是他们观察外边 动静的时候 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妥 就即时拍个屁股 走人了 咦 忍术 那他们忍得 我们都要忍 忍什么 我说我们偏偏千万不要喝 要吃就吃 要喝就喝 要玩就玩 要开心就开心 总之 什么都不要委屈自己 我这种 也叫做玩术 我的玩术 就专门来 克制他们的忍术 哈哈哈哈 哎呀 林将军你认真过瘾 咦 张军 有人来了 杜修员和林马云 马上向外一望 只见在那种院落外边 不知什么时候 走了个老人在这儿 左望右望一阵 就拿着门环 轻轻拍拍拍地拍着几下 嗯 有人就接头了 许震道修 原来同时精神一阵 望望林马云 看看 是不是要马上动手了 林马云拎拎头啊 看定点 这件事 哪有这么简单的 杜大哥 如果你要和这些东营人接头 会不会这么冒失地闯过来 杜修员拎拎头啊 是吗 不会 我无论如何都要试探一番 林将军 你说 这个人 是来试探探路的 咦 那他不是我们要等的人 哈哈哈哈 老道啊老道 你这么说就对了 大鱼是哪有这么容易上钓的 等多一会儿先 好东西 还在后面来 果然 那老人拍门拍了很久 屋里面有什么动静都没有 他好奇怪地望了大门一眼 另转身就要走了 许震道修员 你即时紧张他上来 喂 你说是试探而已 这么多是断股而已 如果这个人是真是来接头的 敢放他走 岂不是功拜谁省 只有林晚宏还好定调 看定点 看定点 先说话未讲完 只见那个老人 已经走到个转弯位了 就在这个时候 在条行里面 突然间有个人 拉住他 小小声地和他 说了几句说话 然后扔了一瓶银 那个老人 宝天喜地地走了 林晚宏这个时候 刚才透了一口长气 你这帮人认真狡猾 幸好 路子都不差 杜修员和许震两个 对林晚宏更加佩服到 不看头地 你说刚才如果自己忍不住 冲上去 恐怕那个真正的摺头人 早就望风而逃了 两个人互相望了林晚宏一眼 说得浪漫这些阴谋诡计 真是未见哪个人 可以敌得过这个林晚宏 只见这个时候 在条行里走着一个人出来 这个人四十多岁的年纪 留着两片狐肃仔 看他的样子 似乎是哪家大户人家的师爷 来的 只见他走三步就停一停 走五步就望望 四周围哨过了 咦 这个人都挺高警惕性的 见到周围 真是没什么特别的动静 这样才小心翼翼地 来到小转落门口 人家转转身 拿一个门环 啪啪啪 打了三下 跟着又啪啪 快快翠翠地打多两下 咦 有暗号的 又过了一阵 然后我们再作打算 又过了一阵 三个人正是等你 有点心急的时候 咦 对面大门打开 有个师爷 小心翼翼地伸个头出来 望了眼 然后就很迅速地跨门而去 向着人群之中 直直走而去 林曼荣笑一笑 道大哥 找几个醒目的兄弟跟着他 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这个师爷 居然会讲东营话 在京城里面 能够养出这样的门客 都不知有几多家 林曼荣的说话 虽然无头无尾 但是道修员 当然听得明白 这个师爷 既然能够来到这里 跟东营人接头 那他一是 就会讲东营话 一是 就甚至会写东营字 如果不是 又怎么跟东营鬼子佬 做沟通做翻译呢 哇 虽然这书是京城 但是这时候 又没有什么翻译学校 又没有什么留学生 全靠呢 都是互相通商 互相学习而已 所以 识外语 绝对是真贵人才来的 能够请得起一个这样的人 来做自己师爷门客 这个人的身家 就绝对不是野小 而且说不定 还要很有地位先 所以 如果能够摸到这条大主 那就绝对不野小的 杜秀元 杜秀元想着 带了几个兄弟来的 带了几个兄弟来的 百几人左右 在西门之外 还有两个千人队 另外有三门火炮 神机型火箭手 一百多人 哈哈 杜秀元 杜秀元 认真不是食斋的 原来周围安排了成三千人 还有大炮坐镇 老子是喜欢这样的镇勢了 好 认真好 你安排兄弟 将这间屋 和我团团喂食 但是动作一定要轻 搞得忍者 忍在里面 不敢动 人数都不用太多 安排两千多人 那麽好了 三门火炮 要全部出阵 人家有成十几人 那麽多 我们出得太多人 那麽 就不是那麽公平 道大哥 你说 我不是好好心地 好心地 林将军 认真好心地